他这是啥呀 买老师选图 因为我们穷者不带班位啊 所以说地图就给那个屠夫选了 你可以说随便 要不我帮你选一张 给对面选我自信 好 兄弟们选图 学 医院怎么样 可以的话就准备 OK好的 买老师我上来先给你来一张对吧 痛苦模式 买老师的黄医之组啊 也不一定啊 要看阵容看阵容 佣兵 没有买沙龙 买老师也是很皮呀 哼 你待会别被对面多跑 医院 黄医之组没那么好打 哭泣小丑 看一下买老师选什么 我估计买老师还是得选黄医 看吧 这个地图 虽然说监管者不好打 但是这套阵容 其实买老师正常抓人 好像是他宝瓶真胜的一个节奏 没有 还有两块 来加油 给对面的小兄弟们加个油 擦眼 也对 因为医院的话 这边选择带放狗 但凡吃一刀有能力转进医院 再加上有舞女什么的 买老师一边选择插眼 不好说 不好说 这个穷者这边的阵容挺扎实的 挺扎实的 上来第1个点找到先知 这里我们镜头给他先知 看一下 知道是一个插眼的话呢 先知 嗯 他的牵制上限是医院绕一圈以后要转到无女的减速把印证绕一圈再回医院 这个应该是牵制上限 就他 存在医院里面绕 其实绕不动的 因为这边插了眼以后 就 不是特别好绕了 这边的话回头 鸟 顶上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这先知还想吸鸟呢 飞轮 这刀没打上 鸟的话 吸了一半吃一刀回医院上二楼但都在演的范围内 有点溜不动了 除非这边能砸块板子 砸块板子也不行啊 这边触手压住了 这就我刚给大家讲的就这个局他要牵制的上限是 他得是路人局其实很难打出来的 他得是要队友这边给到配合的 比如说他出去了以后 火箭炮来一炮 无女的减速把印证给一波支持他绕一圈以后再走 不过还行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的牵制呢 时间上面来讲也不算特别短 不过全只这把的密码机有点慢 完了 这密码机似乎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买老师一根触手先来 再补一刀 四个字叫做宝瓶都难 看了一眼密码机 我已经感觉到这把买老师三杀起步了 三杀起步了 这个先知鸟 吸了一半 再想要来吸出一只鸟的可能性不高了 因为这边队友救人救下来以后买老师这边估计会打针队的买老师的打法比较的扎实的 他不贪的 你这边不太可能从他手上面占到便宜 而且先知这张椅子的位置也不好 这张椅子的位置 球者这边都很难突破买老师的一个防守线 对吧 他站在这个地方 犹如一道屏障一样 你要突破他只有佣兵 或者哭泣小丑 这边得开道具过来才能突破 这就他过来插个眼 他觉得球者这边应该不太会来救了 好了第一个人挂飞 剩下的就看后续的一个牵制了 镜头给到五女 五女的这个医院牵制力要比先知强很多呀 五女他本身带一个落地加速的 出手这边没拍到 黄一之主这边压住了 翻 哎呀 出手不能吧 我的天 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我们从五女的这个视角来看 有多少干净跟我一样是有点懵逼的 怎么哪都有出手 关键哪都出手都能 都能拍得到 火箭炮直接来 一炮 没炮晕 好吧 不愧是买老师 不愧是连安逸都打不上去的买老师 傭兵这边跳护皮过来 出手 补一下 那下来先拍 就下来再拍 哎 等一下 这边再补一根出手 这边有蓄力刀吗 蓄力刀有闪现 你够狠啊 你够狠 狠人 挑了张医院都没拦住他呀 带罪立功的时候到了 游戏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把 哭泣小丑 要做的一件事情 买老师跳下来 反手给他 他去救人啊 要我的话就要给他来一炮 出手 躲 可以 但是刀跟过来了好扭掉可以救下来 这边还能把佣兵摸起来这边无理倒地 有根出手 处在那里 佣兵教自己 也行吧 要我刚才的可能就是对吧 跳下来以后回头先给他来一炮 老灯 接住 算下机子 也不用算了 这机子我要是穷者我看都不想看 走过去看一眼机子 算了算了算了 这边出手 哎有飞轮可以 再有 这边开火箭炮 但这个火箭炮走不了 因为这个地方 地形 尽力了尽力了可以了 对不对 怎么地我也是半血 从埋不易手上面 救下了人 还躲掉了好多根触手 牛逼 哎 医院都拦不住他呀 我都担心没法